接下来呢就是谈这个深层核心热疗排毒 深层核心热疗排毒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方式 那它的效果呢甚至比清晰还要好 还要快 那因为我们的疗法呢 中道自然一切就是把酸根自己去排掉 那么热疗又是一个深层核心热疗 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这个深层核心热疗有很多机器可以用 它主要就是把人放在一个床里面 它会产生一些温度 然后外表不热 可是可以把你的身体热到39度 甚至40度这样 那里面呢会下面这个抽屉会可以收集汗 所以我们人的正常体温是 舌下是36度8到41度 加减40度7 0.4度 刚温是37度 可是呢我们三温暖 它是外面很热 可是你舌下不会生热 我们这种方法是舌下生热 外面不热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做三温暖 盐盘益牙烤箱 你会在里面觉得很热 热到60度70度 如果你带一次温度去进去 你发现你的舌下温度提升了之后 你再赶快逃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舌下温度一旦上升 表示你的流汗功能就失去了 我本身是急诊医师 我看过很多的这个热中暑病人 只要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次病人热到44度 送到医院 昏迷 然后呢 大便小便失禁 全身是大便 我们就用水路说 冲干净马上 到里面量一下 刚温44度 后来当然就急救啊 最后就发现说 它温度降了 因为它是军人 转回了军方医院 一个礼拜后就 整个都很正常的回来了 没有什么后遗症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 像这种病人来到医院 来到急诊 中暑的人 身上都是干的 你们要记得 中暑的人身上都是干的 温度都是高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它身上是湿的 会流汗就不会中暑了 有汗好流就不会中暑 知道吗 就是怕你喝水喝不够 晒太久 温控中心坏掉了 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又是不一样 我们是热你的红血球 让你身体一下子深温 流汗你就出来了 可是你也不能说 一直做一直做 人也会中暑 所以我们用的光 一般上我们讲 大家看这光的可见光 最左边 最右边是红外光 最左边是紫光 再左就是紫外线 最外就是红外线 那么红外线又分ABC 跟近中眼红外线 这个我们最热疗有效的红外线 就是这个框框里面的这个 可是这个红外线 你要把这个B跟C的光绿掉 因为我们这个红外线 它分ABC 近中眼 A就是近 B就是中 C就是远 那么 1400以下的就是近红外线 800到1400 那么中红外线呢 就是1400到3000 3000到100万就是远红外线 B跟C 它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受伤 一下子我们的身体会受不了 皮肤会烫伤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A 要用A 要把这个过滤掉 用水过滤掉 同时把这个水冷却 让我们的身体 B跟C不会接触到我们身体 所以我们用的就是这个800到1000 是9米 Nalometer的这个光 这个光你皮肤不会感觉到热 可是你收集出来的汗 像这个人 左边是正常的汗 正常人的汗 身体健康人的汗 那么这个右边呢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失眠啊 胃脏气啊 一种莫名其妙很多疾病的人的尿 汗 那么 你看第一个汗 它是第一次做 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慢慢的 好像汗就排干净了 那么我们拿它第一次的汗 拿来做这个 酸减值跟自由基检测 大家看下面这个图 下面这个图呢 它的尿是7 做完热疗变5 它的自由基本来没有颜色的 变成有颜色了 汗也是很多颜色 这个就是说 我们普通的汗 是不会这个样子的 你去运动尿 下午也不见得会排很多自由基 我们这个叫做让细胞呕吐 怎么讲呢 就是说你去运动 或者你去做烤箱 你流出来的汗 很难有这种很深的颜色的 那我们这种方法叫做让细胞 逼那个细胞呕吐 就好像你去 菜市场买了一包淡水的蛤蜊 你丢一点盐巴进去 它就一只吐一只吐 把沙吐干净 不然里面就很多沙这样 这个是我自己的 这个尿 你看 我以为我身体很好 每天都在吸氢气 很养生 我的身体好像也不怎么好 自由基也是很多 那么这一个人 他也是一样 这一个癌症 肝癌 电烧过一次 腹腔剂一次 后来长得太多了 医生说不能够电烧了 只能酸腮 三次肝癌三次 长得整个肝满满 你看他的尿是八 做完还是八 自由基排不出来 结果第二天是这样 比较一下 你看就变五 治愈基就自己排 酸也自己排了 它后来到现在为止 效果还不错 本来应该早也就走人了 现在都还维持得还蛮不错 那我们的这个细胞 立腺体里面 会产生 这个叫做热能 这个叫做充电器 这个制水剂 这个是立腺体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的热疗 会帮我们身体 做些什么事呢 热疗 热疗它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是红血球 红血球在细胞里面跑啊跑啊 红血球的功能 就是把氧气带给我们身体 把废气物带走 二氧化碳等等 所以你看哦 这个二氧化 红血球它就是一部车 它把这个氧气带给我们身体 然后它这个车呢 把氧气卸下来以后呢 它就把这个脏东西 二氧化碳还有乳酸 各种肺球 载回我们的尿里面 里面这样 然后呢 它如果说我们这个光 热热的光照进来的时候呢 它就加速它排泄 泄货 就把热能带到给我们的身体 这个血管是红血球 血管里面红血球 氧气跑过来 氧气跑过来以后呢 它就促进我们这个排酸 它就把这个热量 这边最右边的 这个是叫做充电器 结果充电器它光一照 就加速充电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 外面不热 里面会热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把光能变成热能 带给我们身体 像这边有一个人 他其实只是测试而已 你看它的尿是6 酸碱值 它本来就是没有什么自由基的 做完热疗 中间那个热疗后的尿 就好多自由基 这样 它吓了一跳 怎么它身体会这样 然后这个一个高血压的人也是一样 泪风湿啊什么 自由基好多好多好浓 还好排得出来 这个就是前面讲的一个 好 这边一个 他就是中风过 中风 他觉得还好啊 我没有怎样啊 我只不过中风过而已 结果他一看 哇 尿是8 做完变7 自由基排不出来的 中间 第一个左边是热疗前的尿 热疗后的尿呢 排了一点点自由基 汗排比较多 所以他就瞎到了这样 哦 怎么他的自由基这么多 所以你的 所以我们看很多病人 一次中风 两次中风 三次中风 都是酸跟自由基过多 刚才这个 是他太太两个人都一样 可能吃一样的东西吧 这个是恐慌症 他也是一样 恐慌症你看也是抬不出来 做完排出来了 那就好很多 可是哦 他不是一直恐慌 偶尔发生恐慌 这样 这个也是乳癌 也是 你看尿自由基排不出来 酸排不出来 是7嘛 做完才排出来 汗也排出来这样 这个是乳癌的病人 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咯 有一个这个我的朋友 教授嘛 他就是尿就是这样 好 还好他自由基有排出来 做完 做了一连做三次一天 最后自由基排得更多了这样 所以通常很多人第一次不排汗 第二次不排 第三次才排很多汗 像这一个人前面有提过大肠癌 你看他也是自由基这样排不出来 他这个大肠癌还不是普通的 他没有办法做大肠镜 因为他一做就哀哀叫 他的那个气势太多 医生说他大肠里面可能 鸡摆上千颗洗肉 不知道是哪一个是癌症 所以医生也不大敢跟他做 他一做也痛 休克 他也是尿就是这样 自由基排不出来 做完才排出来 大概再过了第二天还是这样 到后来到10月8号第4天 吸得清就排很多 就是我刚才讲的 吸得以后脑雾消失 然后这个心头的那个石头压着就跑掉了 你看这个就是这样 就是说热疗 它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武器 热疗 深层核心热疗 不是做三无暖 不是做烤箱 是热到你的身体的酸跟自由基 真的会排出来 那热疗基没有办法补基 就是收费太贵了 那因为医学中心的一些大机构 一台五百一千万有时候 要收好几万块做一次 大家没有办法做 当然我们会想说 看分时共享的方式 把这个价格降低这样 好 这边讲到这里 谢谢收看下一集 最后一集 癌症自然了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